为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工作 华联宣政府4号下午召开了110年 华联县因应新冠肺炎跨局处及中央驻地单位执行准备会议 希望可以透过会议进行让各单位横向联系工作可以完备 共同努力达到防疫不缺漏的目标 国内外肺炎疫情严峻 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假期 华联势必会涌入大量的返乡与旅游人潮 为了加强防疫准备 华联县政府4号下午召开了110年 华联县因应新冠肺炎跨局处及中央驻地单位执行准备会议 县长徐政卫亲自主持 要求各单位加强联系落实防疫工作 今天在年前在做一个准备会议 我想疫情的关系我们还是要非常战战兢兢 而且警告慎为 我们也不晓得疫情什么时候 这个在花林会出现案例 但是我们希望能做到最好的防范 以及做好最好的我们的这个前面的准备工作 也给我们乡亲最正确的防疫的知识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指挥官 以及我们所有的伙伴 大家在年前能够相聚也能够成就此次的会议 花莲所有的医疗院所 我们也做这样一个会议 那我们也在过去一个月 针对花莲各医院我们都访查过了 我们访查以后我们感觉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现在除了医院以外 其他的地方 那我想今天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我相信也陆续的报告当中 我相信也会让我们共同知道 我们花莲这一次春节 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度过 这场会议召集了花莲地方各级机关 还有中央驻地及军方 医疗、社福、观光、旅宿等单位 共同来讨论 希望能够紧密连接各个单位 不要出现防疫漏洞 大花莲新闻总和报道